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们就想取消了 取消了 开心 130亿美元都没让郭文贵取消 这小子取消了 高兴 第二个就是欺民贼 怎么样 我说对了吗 郭文贵肯定搞不成 肯定高兴 所以说 鉴于这两贼啊 盗国贼欺民贼啊 这个会高兴得不得了 但是呢 事实是 这两贼啊 你们别高兴 任何情况下发生 只要郭文贵在 就郭文贵不在了 我的团队也会把事给你开了 这个会是一定会开的 变化是什么 请允许我向大家报告啊 这是经过律师啊 斟酌了半天 允许我现在告诉大家的 为什么呢 到现在为止 咱们的战友们当中 战友们当中主动要来的 主动要来的 打几千人 我口头上欢迎和表达让来的 现在已经是170人 有些人呢 还必须得经过 我们安保团队核准后 才能最后确定 那么目前为止 我们的战友当中啊 我跟我个人有联系的 还有跟公司联系的 现在我们把名单提供上去的 和他本人提供的各种 个人的证件信息后 目前大概有40个人 已经被拒绝了 我要向战友们说的事情 凡是拒绝的 我们都不给理由 我们也不给你解释 就是说 由于安保原因 这次您不能到来表示遗憾 我们保留一切的权利 但是我们要承担一切 为你们提供的所有个人信息负责 这是我们的承诺 但是我们不能给出 你不能来的详细理由 我们不能这么做 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呢 关于时间 那么时间呢 和这个战友们的来的呢 这个数量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们现在已经接受的记者 接受的记者定的20名 这20名定的都是原来的19号 全是19号 所以说呢 现在呢 这个所有的变化当中 跟这些20个记者 还有我们这100多个战友们答应的 100个战友答应的 大概现在目前看能最后发出邀请孩子呢 可能就30个人 因为我们的房间啊 就准备了60个人 虽然很大 是批19天最大的 可以容纳200人的 但是我们不想超过60个人 原因是安保的原因 还有一个各方面的考虑 所以呢 我们只接受50到60个人 那么关于摄像的设备 所有的手机和电子设备 必须得备案 经过一一的严格的安保检查 所以我们现在呢 跟欧洲的 和亚洲的几个大的电视台 是经他们指定的 一个直播 供应商 他们有这是专业的纽约的 由他们来统一负责 那么现场代入的手机 所以说 整个安保的标准 和检查是统一的一样的 对人身份一定要提供一个 可以让这个纽约警察可以查到 安保团体可以查到你个人的信息 和背景 证件 这不相信只是美国人啊 哪国都可以 第二个呢 就是要提供你所有带来的设备 和清单 电子设备 当然大包裹是肯定不能带的啊 第三个就是说 经过核准后 我给你发出的邀请函 邀请函我会一一发给您 然后邀请函上会给你写上你的名字 然后邀请函都是有编号的 然后有些朋友来呢 包括是我们统一安排酒店的 安排酒店呢 都凭这个邀请函 到酒店去确认 登记 这个酒店里的房间呢 只包含你的住户费用 不包含喝酒 更不包含像郭宝胜这样的人出去啊 看裸体舞的这费用啊 很抱歉 那么现在呢 国际上的记者 从前天 昨天 今天 要求来参加的超出了我们当初的预计 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联系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基本上口头答应 我刚才说了20个人 由于现在呢 我们最终一个 邀请行也没有发出 等于现在 我们都没最后确定 但是在昨天 我们的这个会议呢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主要是一个19号还是20号的问题 就是这个会议到底是19号还是20号 19号20号的变化对我们来讲是太大了 对待要求来的人可能也是很麻烦 原因很简单 酒店 你19号店 你20号怎么能行啊 所以这皮尔酒店的20号酒店 如果要改了 如果要改到20号 这个酒店可复杂了去了啊 大家知道这个当时的设备供用商 同声传译供用商 现场的安保团队 所有的内保团队 个人信息的确定 和原来人家准备来参加会的这些记者 还有我们邀请来的一些相关人士 那都是多大的事啊 人家都有这个安排呀 所以说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但是为什么 可能从19号延到20号啊 我说是为什么可能 因为到我给您直播前 还没追踪确定 我随时等待着消息 因为啊 这个三个核心的原因 啊 三个核心的原因 第一条 由于我们在这个会议上要发布的信息 涉及到的人和公司 可能会引发全世界的股市和金融市场的巨大动大 所以呢 这个信息被某些人知道以后 按照美国的法律程序 申请了啊 法律的某些程序 导致了美国以及欧洲的相关部门 和我们的律师团的安保团联系 啊 要求我们提供相关的信息 这是我们必须提供的 因为这些 股市金融市场的巨大的变化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当把这个名单公布出来的时候 你们会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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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到了今天上午的37个名单 就这也可能引发世界性的政治经济事件 所以正在等待着相关部门 按照美国法律程序 我们提供的有限度的合作 等待着回复 但是不管如何 这一条它都不会影响我们继续开这会 我们正在等待着律师团队给我们的回复 他们在华盛顿还有在纽约 接下来可能还要在伦敦的这个地方 他们的时间会得到他们的这个一个回复 他们的回复呢只是我们一个合作 他没有强制的办法让我们不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原因是 我们那天开会和发布的信息 一定要等待着其他方面的律师 我现在不能说 律师的确定 这个律师的团队受到了各方的压力 每半天都变化一次 每半天都变化一次 每半天我再说每半天 因为这个法律规定啊 当这个律师代理的当事人和你要告的人 是同一家律师的时候 这叫冲突 这叫利益冲突 就必须得避免 当然你不能跟新的合作 是说我们让每件文件都要签名 换了真是一百个都不止了 这些律师 和法律团队要最后的确认 但不管如何 我相信今天最后会完成多个法律团队的相关的专业法律的部门的确认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大家可能看到了班农先生 班农先生是我们的主持人 他是那天就是这个星期六 星期六的这个下午 前天 从我这儿离开 啊星期天 离开以后 开车回到华盛顿 然后去机场 就飞到了 然后回去先接受了雅虎国际的采访 然后直接飞到了英国 在英国接受BBC采访 大家都看到了几个小时前 外面有人抗议被捕 闹得很大 在这个采访当中 班农先生被断播了 BBC断播了 你说啥都行 不能anti-CCP 你说啥都行 你不要反对共产党 哇塞 闹得很大 他被断播了 老人家 他呢 现在要 因为他必须要回来这个主持 因为他个人那天的主持 他有重大的政治和法律冲突 我现在不细想 等这个会完了以后 我相信会有 大家都会明白的 那么这个情况也等待他的法律部门再确认 所以呢 明确的告诉我说 二十号百分之百 这以上都没问题 希望不要 这个十九号 这个能 呃呃呃呃 还有 然后呢 也可能会真的给政治和金融股票上带来巨大的风险 但是 如果我硬干的话 What's this? What happened? a hack? 这种真的是疯狂 这种疯狂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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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被断播了 班農先生 政得很大 所以说不管如何 只要我要硬扛 我反正就是19号了 也没问题 但是我希望班農先生能到场 他在那边发起 Miles你绝对不可以 要等着我 我要是20号 百分之百 我说那我就公布吧 你20号 还不用公布 我要想办法19号 所以这个人真要佩服 你说他他是人吗 你说他 你说都这种情况下了 他在那边就这么事无巨细的 你发了这么多信息 他的团队律师都没疯电话 哇啦哇哇哇 你说容易吗 真不容易 在欧洲 那边外边抗议 这边给他断播 这边联系还律师 法律还有那个那个大人物 一直在给他 还有很多人说 你千万不要去主持这个事 多难哪 他必须来 必须来 我真说实在 我真想说你甭来了 我19号我自己来吧 我就上了 不种啊不种啊 他非得要在这 非要来 所以说呢 19号我们也不变 没问题 除了有些法律用词要改 有几个文件不允许公布 比如说我们也公布了视频当中 涉及到男女那种露骨的 这不可以的 不可以 你可以说到 点到为止不可以用 本来我们有个安排的 比如说 我们本来有个重大的一个公布 震惊大家的 有个视频 王岐山 王岐山 王岐山的一段讲话和视频 说这个你不能公布啊 因为这个是一个 是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 和法律问题 那么现在是 最关键的事情 也19号 大家别老盼到咱这块 这个赤眼球 这个这个多眼球 我告诉你 我们公布的行动 是前所未有的 是从来没发生的 是绝对对中美关系 政治 包括刀国贼 是致命的一击 而且是第一次 而且对很多世界级的人物 都将是从始开始的噩梦 而且无人再能逆转 我想停都停不了 所以这些法律文件 法律程序 极为重要 这是为什么 昨天下午 还有这个 昨天上午 前天下午 这个几个大媒体 要求 必须给他们有 专门的时间采访 而且要求在现场布置了 他们专用的直播线 我们有的答应了 没答应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 所以这个事太大了 那么现在的变化就是 正在等待着 是19号还是20号 刚才直播前我本来就是要决定 大家对不起了 19号改成20号了 但是班农先生说 哎你先别改了 你先别公布 你等等我正在努力 完成尽量增加19号 所以那边房间正在工作 我现在这会儿也等着 七点钟 这个凯尔贝斯 卡尔巴斯 从德州来了 他今天也上电视上直播 还要去这个华尔街演讲 也是关于香港 港币 人民币的事 今晚上他的团队跟我吃晚饭 他刚才说了 你结婚结婚 别着急 咱还是争取19号 所以亲爱的战友们 现在 我刚才啰嗦了半天 决定是 什么 第一条 已经订了机票的战友 20的可能性 是20号 什么行程都不变 唯一的就推迟了一天 地点不变 行程不变 整个上午 一样 我简单说 如果改成20号了 一会我公布改成20号 就是19号 12点 接受 整个的开始 check in 安排 接待 然后20号上午 同地点 P十酒店 刚才已经搞定了 咱付双倍的钱 咱愿意付钱 多花100万美元 咱认了 然后那组花 可能就不行了 因为那花啊 本来订的很特别 是那个什么花 他说这个可能够呛了 那么 但是会有花 没有那么好的花了 但也会很棒啊 然后呢 P十酒店没有 还在 P十酒店举行 还是早上 八点半 大家开始进场 吃早餐 然后 十点钟 正式开始 班农先生主持 然后我开始讲 我讲完以后 有些人出面 讲 讲完以后 接受 这个记者问答 这个提问 十二点 结束 然后剩下的战友们 可以继续吃午餐 吃完午餐以后 我们就算结束了 有愿意留下来的 就留下来就可以回家了 留下来的人 有住酒店的人 二十 二十一号 中午下午三天以前 你离开 三天以后离开就可以了 好吧 这就是整个的行程安排 如果是二十号 一切事情造就 往后推一天 如果还是十九号 咱就不变了 但不管如何 今天晚上 十二点之前 一定会有结果 会把战友们的 这个邀请函 含有百分之五十的 柜必要请函 会发出去 你们说邀请函 邀请函 正式的邀请函 邀请函是你们进酒店登记 和到现场 到现场安保啊 拿着邀请函 才给你安保 没拿邀请函 直接报警 当场就是 几十个纽约警察 那就对不起了 没有邀请函的 你要到现场来 那百分之百 那就把你给撵出 那发生什么事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那个一进门 就有个牌子 如果没有邀请函的 千万不要靠近 千万不要靠近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战友们 那天来了 不管任何人开会 千万记住 未经允许 那会儿有一条红线 安保红线 谁都不要 这次外来拜的该 哎呀 这个五毛来了 我们这外国人一看 这不是好人吗 我说不是好人 很搞笑 所以说呢 战友们 千万记住 谁也别夸过那条红线 说哎呀赶快激动了 拥抱吧 马上千万千万别家 因为今天我们开安保会的时候 人家的警察还有安保团说过 郭先生任何情况下 我们划好的线 你们千万谁也不能过 谁也不能碰 因为啊 这个这个是出大问题 人家是不接受的 所以那天咱们是可能隔着线 就那么远 哎呀 哎呀 谁说路德先生啊 Sara啊 啊 KMC啊 啊这这这可能咱们只能跨个线 但是千万不要过去 千万不要过啊 基本上呢 现在就这情况啊 我在十二年以前 我希望能给大家回复好不好 这个千万别着急 千万别着急啊 我希望班农先生他主持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我的英文水平 还有一个人家现场的这么多西方记者 人家问的问题 那个班农先生已经是 这通过这一个多月 反反复复的啊 他这个所有的文件 每个字看过N遍了 而且律师这个这个 他也问过N遍了 所以他回答了一个问题的时候 啪啪啪就可以回答 你说我这现场是同声翻译 大家都可以带耳机同声翻译 有法语翻译 有英文翻译 那毕竟慢嘛 对不对啊 我就尽量让他翻译 再有很多人想见班农 是吧 所以尽量让他来 再一个就是说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 在美国做事情 一定要守法 既然人家关注了 说你这个事情可能带来 市场波动 金融波动 必须跟我们说清楚 人家做好防范 然后做好登记 我们的律师再跟他合作 这是必须的啊 这是必须的 另外一个确实实 这个事情对世界的政治经济 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你不用想的 某些公司股票 啪啪就下来了 啪啪就下来了 所以说 战友们 越是这样 越证明了 这个会议的重要性 越是这样 我们越不能放弃 越是这样 我们更加的珍惜 给你们带来的不便 希望你们多多包涵 多多理解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请等待到下一步发过文 向大家报告 谢谢大家 祝福14亿 所有的同胞 为大家祈福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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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咱们电脑的显示上 黑客在黑 阿弥陀佛 昨天我们直播的时候 是六万八千多人 昨天是六万八千人直播 OK We stop 谢谢 谢谢战友们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